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scribe宽约当中 我们如何去下载那张下载一些这样的图片 下载图片啊 那么其实下载图片的话原理也是非常简单 对吧 手机的话找到你这个网页当中需要下载的那些图片的那个链接 接下来再使用这个链接再去下载图片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scribe宽约当中 它其实已经给我们集成了 好了很多 集成好了一个下载图片的一个这样的pipeline 但是我们在讲解这个pipeline之前 我们手机的话先以传统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我们只要我们只有先用传统的方式 写完一个这样的下载图片的盘数以后 再来看这种方式 你才能知道他给你提供好的这种方式是有多么大的优势 对吧 有多么大的优势啊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一个实账项目来跟大家讲解下载这个图片 因为现在大家学习到现在这个阶段了 我相信就不再是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白了 对这个爬筹的话肯定是有一些感觉有一些认识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课的话就不会讲那么基础的 我们讲这些案例就不是讲什么小案例 我们就直接以一个实账的案例来跟大家讲 好那么这几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汽车之家下面的那个宝马五系那个车的那个图片的爬筹 好吧 因为这个汽车之家上面这个这个车的那个图片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到这个品牌找车啊 然后他去找到那个宝马五系那个车啊 下面这个数据没有出来啊 刚刚看到没有 刚刚这个数据没有出来 突然之间出现了 说明是什么呢 肯定是通过阿甲克斯请求的啊 肯定通过阿甲克斯请求的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选选中这个宝马啊 选中这个宝马啊 嗯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选中这个五系车啊 这款车的话是个人比较啊 偏爱的一款是吧 所以的话就来下载一下载这张图 下载他的一些这样的图片哈 来来看一看来看看是吧 来参观一下来欣赏一下 对吧 所以大家选完这个东西以后啊 就可以去下载自己喜欢的那个车型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选择这个什么呢 选择那个图片啊 图片失败 好 然后的话这个来到这个一面啊 这个页面的话 呃 就是所有的那个图片啊 所有的那个图片啊 当然好 不是所有的图片 他在这一个页面的话 他是列出了这个宝马五系这个车 他的每一个部分的一个站的啊 一个图片的一个缩略图啊 那么如果你比如说你想看车身外观 所有的图片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点击更多啊 可以点击更多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除了车身外观 还有中扣方向盘 还有那个车系列座椅啊 其他细节 还有一些测评 还有一些改装啊 还有一些重要特点这些东西啊 那么我们就把现在好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先把它给排除下来 好吧 就是把这些图片把它给排除下来啊 其实这个图片的话 他还有一些这样的高清版本啊 还有些高清版本啊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翻到啊 下几个下几个当中来跟大家讲解 就是如何去下载这个高清版本的这个图片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几个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 你这个页面当中这些这个缩略图把它给下载下来啊 把它给下载下来啊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啊 就直接上这个代码来跟大家去讲解的啊 好 这里面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啊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 然后的话我们新建一个项目啊 新建一个项目 啊 不是点 不是用派上 新建好 傻的啊 是用这个CMD mini中断啊 就是这个我们中断 我们手机的话进入到这个第一盘 然后是CMD这个VIP cd.python啊 c-r-a-a-w-e啊对吧 然后再进入到这个什么呢 呃 scribe demo 好 这个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里面我们来创建一个项目啊 呃 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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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名字 那么这个项目的名字的话 我们就叫做宝马啊 bmw啊 啊 那么我们手机的话先要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好 然后的话再来执行一下这个命令 这样的话就创建好的一个项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再去创建一个扒仇 对吧 然后的话再创建一个扒仇啊 是那个sc ip scribe 这个扒仇的名字我们给它取名 就叫宝马武器啊 bmw啊 然后它的这个域名的话 呃不是825.com哈 它的域名的话是这个 叫做卡点alco alhome.com.com.c啊 可能叫c 然后的话在这边我们右键啊 把它复制到这边 然后再按下n键啊 这样的话它就创建好的一个这样的扒仇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个派上 把这个项目把它给打开来 好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啊 我是在这边来打开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选中啊 来选中 来选中哪个呢 选中这个scribe demo下面的这个bmw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在新窗口当中打开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就打开了 我们刚刚创建好的这个项目 打开了 刚刚创建好的这个项目啊 并且这个里面的话也有一个这样的扒仇对吧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用命令行创建的 说的话这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序域这个环境的话 它使用的还是那个path3的那个虚拟环境 说的话我们要把它给改成那个什么呢 改成那个呃 改成这个那个爬虫的这个环境啊 好 这个地方来改成这个环境啊 好 按下确定 这里吧 你只要改成那个什么呢 啊 安装的scribe框架的那个环境里面聚聚会的啊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就去写那个代码啊 那么我们再去写这个代码之前 首先的话先把相应的准备工作来把它给做一下啊 第一部分工作就是把这个什么呢 遵守这个机器人协议这个东西把它给关掉 对吧 好 然后的话再来设置一下它那个请求头啊 这里面我们来取消注视 这里面少了取消了一个 好 然后的话再把那个什么呢 user agent的把它给拿回来啊 user agent的话 这东西就没什么好说的 我就直接从另外一个地方直接拷贝过来啊 好 拷贝过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写啊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要去呃 去爬取 这一个ur下面对的那个记者的图片对的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startus这个地方改成这个ur才对啊 对对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可能加c负责分啊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地方来啊 可能加v啊 那么的话它就会自动的从这一个ur开始往下面去爬取啊 那么爬的话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去分析这个啊对吧 分析这个啊页面当中这些图片它所在的那个位置对吧 它那个位置啊 那么我们右键来检查一下啊 呃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啊把这个地方来缩小一下啊 其实的话啊 它是这样的哈 它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右边啊 它其实这个里面的话这个下面的话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呢 全景看车啊车身外观还有这个中控方向盘这些磨坏啊这些部分啊对不对 其实啊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ui boss啊 每一个ui boss你看我选中的是第一个ui boss的话 那么他选中的就是这个全景看车对不对 我选中的是第二个ui boss的话 那么他选中的就是什么呢 车身外观啊 他选中的就是车身外观看到没有啊 然后第三个的话ui boss选中的就是这个中控方向盘啊 所以每一个ui boss代表的是每一个呃 他的那个组合图对吧 那个组合图啊 然后的话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ui boss下面他又分这个标题啊 这个标题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呃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第二个吧 这个标题啊 这个ui boss title 这个东西代表的是啊 这一组图片 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啊 它是属于车身外观类别的 还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别的啊 好 然后下面这一个第二位的话 才是真正的去装载什么的 所有的那个图片的啊 好那么这地方我们把它给展开 然后把下面的话就出现一个ul对吧 ul的话代表的是一个有啊 一个无序连接啊 一个无序连接啊 也不是不是链接啊 无序列表啊 然后这个u2下面的话 就是每一个例 每个例下面再翻个a标签 a标签下面再给个一密质标签 对 说的话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这个一密质标签 是在每一个例标签的a标签下面 对 好 那么我们掌握好这个规律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爬取 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些 图片信息了 好 好那么我们在爬取这些信息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要把这些图片 把它给保存下来 对吧 我们要把它给下载下来嘛 下载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它给进进归类 就是你这一组图片 是属于这个车身外观的 那么我要把这一组图片 放到这个车身外观的 这一个文件夹当中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得去知道 这个这一组图片 它是属于哪一个分类的吧 对 说的话好 我们这一组的话 就不仅仅只是要去获取这一组图片 还要去获取这一组图片 它对应的那个类别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来写这个代码了啊 好 那么我们手机的话啊 先通过这个Response 获取到所有的那个Uiboss 对不对 获取到所有的Uiboss啊 那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写个Uiboss Bosss等于这个Response 点SPA贴持 PA贴持 对吧 好 这地方是DIV 然后的话 它的那个什么呢 class 是等于这个Uiboss的啊 Uiboss 外面我们使用双一号吧 里面使用单一号吧 选择到时候会产生这个错误 好 Uiboss啊 没有干啊 没有干 Uiboss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什么呢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所有的那个Uiboss 拿到所有的Uiboss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便利这个列表 对吧 其实这个Uiboss啊 这个东西的话 它反过来 是一个什么呢 数据类型呢 是一个SEICT StackedList吧 这个StackedList 它是不是继承了这个List吧 对不对 说的话 我们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进行便利的 可以进行便利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forUiboss 英Uiboss S 后面加那个S 它是一个列表 对吧 它是个列表 好 那么我们拿到每一个Uiboss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个Uiboss当中 去取这些图片啊 不是好 手机的话 也要拿到这一组Uiboss 它里面的这个标题 对不对 要拿到这个标题啊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全景看车 这一部分 我们是不需要获取的啊 因为全景看车这一部分的话 你顶多获取到的 就是这两个图片啊 就是这两个图片啊 那么的话 是获取不到那个全景图片的啊 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第一 就是代表的是什么呢 第零个 这个我们是不需要的啊 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给它一个切片操作啊 切片操作就是从第一个开始 往第一个开始取到最后一个啊 那么就会把第零个把它给伤制掉 把它给伤制掉啊 好 那么这次来我们再去变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是从第一个开始 也就是从这一个开始对不对 从这个开始啊 好 那么从这个开始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要拿到这个 uiboss下面的这个标题啊 那么这个标题的话 它是在这个 uiboss title下面的 第一个a标记下面的这个文文本 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去拿啊 title啊 或是叫做呃 封内版 cate cate 主要Y啊 category是等这个uiboss uiboss.xpath 对吧 它就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啊 当前这个呃 路级下面啊 然后的话下面的什么呢 下面的div 然后的话这个s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啊 uiboss title 对吧 来复制份 然后的话放到这个上面啊 又是显得双赢 我答应好了啊 下面的a标签对吧 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a标签 下面的这个文本 对吧 下面这个文本啊 这是pst啊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它会返回什么呢 它会返回这个下面 所有的那个a标签的那个文本啊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给它一个什么呢 get操作 这样的话get 它只会去取到其中的一份啊 只会去取到其中的一份啊 好 那么为了验证我们这东西啊 是否正确 这个呢我们来打按下这个category 好吧 打按下这个category 保存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好运行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发现哎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start的文件 对不对 就是去启动那个文件 那么我们这边来新建一个啊 右键来新建这个什么呢 start sdart start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这个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已经显过很多遍了 点esecud 然后是这个啊 scipy craw 那个什么呢 bmw 5啊 然后是点spt的对吧 spt保存下啊 好 这里面我们右键再来举行下啊 右键再来举行下 呃 这个地方报错了是吧 啊 这个应该是xpans这个单词写错了啊 那么我们来回到这里面啊 spa 贴持啊 再来走一步 那么这个下面的话啊 就会打印什么呢 就会打印所有的那个标题 看到没有 就会打印所有的那个标题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相当是已经拿到当前这一组图片 它的那个分类了 拿到这一组图片的一个分类 接下来我们再拿到下面的这些所有的图片 对不对 下面所有的图片该怎么去拿呢 是不是在这个呃 这个uiboss下面的这个呃 uil标签下面的立标签啊 对不对 立标签下面的这个呃 a标签下面的这个秘密标签对不对 比较长啊比较长啊 那么我们来拿下啊 就是uils是等这个什么呢 uiboss.xpats啊 他也是在当前这个路径下面 然后是div啊 嗯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取这个div吧 我们就直接给个给个给个ul啊 给个ul啊 再给个例啊 再给个例 ul下面这样的话就可以取到所有的那个例标签 都得可以取到所有的例标签啊 拿到这个里边的标签以后再拿到下面的这个a标签啊 a标签再拿到下面的这个e密标签对不对 拿到下面的这个e密标签 再拿到下面的e密标签再拿到下面的这个什么呢src属性啊 再拿到下面的src属性啊 然后我们要换取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给个get all啊 get all的话就是提取所有的那个东西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uis啊 present一下这个uis保存下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再来指定下啊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每一组下面 它的对应的那个所有的图片的那个uis了啊 但是这个图片这个uis的话 它是只有以这个鞋刚开头的 并没有那个什么的 并没有那个什么的htv或者是htvs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这一组uis啊 不是 就是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个uis给他加一个htvs啊 给一个每个东西给他加一个htvs好吧 你刚才我们这个地方右键来 嗯 嗯 复制图片地址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来打开一下啊 他这个地方是不是htvs啊 对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呃 就就去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个uis 给他前面加个htvs啊 那么这个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借助啊 我们这个呃 present当中的一个方法叫做map方法啊 map方法之前我们应该也是跟大家讲过的吧 就是他可以去辨理这个列表 然后的话 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都去执行某一个行数啊 然后再把这个下等的再把这个行数的返回值当做呃 我当做一个新的列表把它给反复回来啊 好 那么这边给个那么点的是 然后说话这个地方是给个什么呢 给个呃 或者我们不这样吧哈 我们不这样来哈 我们不一步到位 如果一步到位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啊 或是我们呃 先这样下吧 好 url啊 因什么呢 urls啊 我们先这样来 好吧 先这样来 present一下 不用present 就直接将这个url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svs啊 然后这样对吧 再加上这个url啊 再来打印一下这个url啊 再打印一下这个url 保存一下啊 再来执行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得到了所有的那个图片的那个链接了 看到没有 所有图片的那个链接啊 好 那么得到所有的图片的那个链接以后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点一下 是不是可以就可以进去看了 好 那么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哈 其实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来给它进行一层优化 再来一层优化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就说 如果你要 如果你这个url啊 是在我们整个爬从这个域名下面啊 或者是什么呢 或是大安琴的这个response这个下面啊 那么的话你可以这样的来写啊 就是response点那个url join啊 就把这个url给进去 这样的话 他就会自动的把你这个url把它给拼接成一个网址的 url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走一下啊 哎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也是可以的啊 他就会自动的将前面这个缺少的这个htps这个东西 把它给自动加进去啊 把它给自动加进去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呃 相当是已经拿到所有的那个url了啊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还得去写这么多代码 对不对 还得去写这么多代码 我们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优化一下 就是使用这个map函数啊 有这个map函数的话 就是一句话就可以到位了啊 然后是那个nama代表的是 这里面他会传递一个url进来 只要的话我们在response.ul join啊 把这个url传进去啊 接下来再把这个us给传进去啊 他就会返回一个us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他反过来了啊 他反过来的是一个map对象啊 他反过来的是个map对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map对象 把它给转换成一个list的好吧 或是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吧 好 这个代码的话 我们就把不要了啊 不要了 或者是把它给注视掉啊 这句代码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代码 他就是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 把它给变定出来 变定出来以后 再扔给这个nama代表的事啊 扔给这个nama代表的事 这次的话再把这个nama代表的事 其实就像是一个匿名函数 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一个真的函数 他再把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 传给这个函数 传给这个函数以后 接下来再执行这个函数当中的这个呃 这个代码 然后再把这个代码的那个呃 再把这个代码的他的那个返回值 反过去啊 那的话再组合成一个新的列表啊 再组合成一个新的列表啊 就像是啊 你写这句话 他会将us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都变成这个东西啊 都变成相应的变成这个东西 好吧 好 那么就现在我们再来打一下啊 这次的话 这个us的话就是一个map对象的啊 看到没有 是一个map对象啊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map对象把它给转换成那个list啊 也是非常方便啊 就是这个地方 给个list啊 好 在那走一下 在python2当中的话 其实这个map返回来啊 也是一个list啊 在python3的的话 他比如说是换了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得到的就是一个呃 含有图片链接的一个真的列表 对吧 一个真的列表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列表以后 接下来啊 我们我们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列表和这个 这个图片列表和这个category和这个分类把它给组合在一起 返回给我们的什么呢 返回给我们的这个pipeline 让它去帮我们下载 对不对 那么我们让它下载之前 首次的话 我们给它定一个站的item 好吧 给它定一个站的item item啊 好 这地方的话是第一个是category cad3o2y 成这个scribe下面的这个field 对吧 好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us啊 scribe.field 对吧 好 保存价 然后的话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啊 爬充当中 这地方我们来导入一下啊 from from下这个什么呢 bmw点那个items import一下这个bmwitem啊 然后的话这里边啊 先来逼一个item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bmwitem 然后的话这个category是等于这个category 对吧 然后的话这个us是等于这个us对吧 接下来我们在eer再把它给返回去啊 保存价 好 那么返回完完 完整员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每获得到一个东西以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item把它给返回去了 返回过去呦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pipeline当中啊 去把这个啊 东西把它给存储下来的 对吧 把它给存储下来的啊 因为这个存储代码这部分代码啊 可能啊 里面的有些东西啊 之前没有跟大家讲的话 我可能要讲比较多的时间 好吧 那么这份代码啊 我们就放到下几个当中呢 跟大家讲 好吧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啊 先讲到这里吧 啊 先讲到这里吧啊 感谢大家